所以妳現在也是 妳是最近這兩三年腳才碰得到GEE是不是 對 而且才有開始動這個念頭 郭強 妳為了要拼工作 妳好像現在先要拼一張駕照對不對 為什麼 工作也是有 然後方便也是 也是有考量 就是想要說 因為摩托車速度又太快 我想說有人介紹說 電動摩托車 但現在電動摩托車聽說要駕照 結果是想說要駕照 就看可不可以去考駕照 結果那個教練有說 妳這種根本就 面試就不合格了 妳可不可以考慮到 另一種方式就是 身心障礙的手冊 用身心障礙手冊去考那種 特殊機車的駕照 用這個方式 就可以騎一些 比較小型的電動車 當初帶她去那個 學校那個 信聲報到時候 學校都以為我要去報到 所以我已經高中畢業 是我弟弟要去 但是正常一般人沒有相信 你因為當人家的員工 你就要什麼事都會 基本的都會做 然後偶爾搬個重的東西 還是開車去送個文件 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原因是因為妳個頭太小 對對對 個頭太小 聲音聽起來也是像個 12歲的小男生 對對對 那妳最近是打算怎麼樣 突破這個困境呢 妳希望 就是 恩 恩 夾縫中 求生所在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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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